这是迎听上最早版本的诸葛亮 距今已经有38年 比1994版本的三国演义还要早9年 是多少70后的童年回忆 甚至许多人认为这版诸葛亮 比唐国强版本的诸葛亮还要好 故事开始于刘备兄弟三人送别徐树 刘备依依不舍 眼看就要看不到徐树的身影 他竟要让人把树木全部砍掉 谁知远去的徐树掉转鱼头 又反了回来 徐树感念刘备的人 专门向他举荐一个人才 这个人比自己厉害得多 必将能辅助刘备成就大业 附姓诸葛明亮自孔明 号卧龙先生 刘备听过这个名字 水晶先生曾对自己说过 扶龙奉处二人得一可安天下 你说的卧龙就是扶龙 对 扶龙正是诸葛孔明 奉处乃襄阳旁 现在刘备求贤若渴 他一定要去龙中宫请卧龙先生 兄弟三人跋山涉水 总算来到一处草路旁 刘备整理衣经 轻轻叩门 许久都没有人回应 三弟张飞是急性子 打工 我来请来三弟 如此不礼貌的行为立刻被刘备制止了 此时门被打开了 先生找谁 小书童可记不住这么多名号 他告诉刘备 诸葛先生一早就出门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少则三四天 多则十数天 刘备无奈 只能先行离去 下山路上 碰到一个文师打扮的人 迎送着诗歌 骑着毛驴 一副影视高人模样 刘备欣喜 以为此人就是诸葛亮 连忙行礼 卧龙先生 刘备这里有礼了 将军 你错认了 我乃引川石广园 刘备也久闻大名 他现在求贤若渴 就临近就走 向他请教天下大事 将军以定乱为主 随是人心 但用孔明斡旋天地 不追乾坤 也怕是徒废心力啊 如今曹操拥兵百万 邪天子 以令诸侯 孙权独居江东 你有三事 以兄弟三人 势胆力薄 你我之见吗 石广元笑着站起来去解毛驴 刘备以为对方有什么惊世骇俗之言 谦卑等待 听到的却是 你兄弟三人 不如投靠曹操 也少不了封侯败将啊 居然如此小看自己大哥 把张飞气坏了 拔出宝剑就要杀了这老匹夫 被刘备及时阻止了 关羽也站出来 石广元骑上小毛驴狂笑而去 此行让张飞气愤难当 我龙没请着 倒背的山村野人羞辱了一场 真是可恶 此时诸葛亮在哪里呢 我们下集接着说 这应该是最符合人们心中的黄月音了吧 虽然不好看 但温婉大方 见识广博 诸葛亮为了实现心中理想 一展报复 并没有天天在茅庐旁种地 而是经常游历附近山川 勘察地形 绘制地图 对天下格局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这一次他又游历西川十几天 回到家中与夫人相聚 此次西川地图绘制成功 可喜可贺 自己不在家 真是辛苦夫人操劳了 家中之事理应操斥 只是你走了以后 真让我挂念 他让侍女书童端来酒食 亲自给夫君倒满酒水 诸葛亮侃侃而谈 西川卧远千里 思源殷父 实乃天父之国 昔日高祖 殷之而成地业 如今 一周末刘章 迂腐爱弱 非利也知主 可惜啊 听君子之言 西川若有一仁德之主 地业可成 诸葛亮不经兴起 自己夫人的见识 居然如此厉害 帝国久晚 夫妻二人共饮 此时刘备却遇到了麻烦事 他依附于刘表 占据心眼 却收到了刘表夫人蔡氏的书信 让他归还此地 张飞脾气暴躁 拍桌而起 你 他才是姐弟不仁 休怪我老张不义 小弟即刻率领人马 死相仰 杀杀杀 你我弟兄三人 自捉献起兵 如马半生 就只知道一个杀子 杀来杀去 杀到如今 连个立锥之地都没有啊 自古武能定国 文能安邦 自己这边武将不差 必须赶紧找个文人帮自己重新规划事业了 大雪纷飞 天气寒冷 刘备一定要冒着大雪赶往深山 第二次拜访诸葛亮 张飞不开心 大哥 这么大的风雪 兵家是为大忌 何苦为了个山野村妇 如此奔老 不如回去避避寒冷 暂地怕冷 就回去 我 刘备不管他人 自己执意向前 关羽张飞二人无奈 只能在后面跟着 他们艰辛来到茅庐旁 却被告知诸葛亮又不在家 只见到了他的弟弟诸葛君 刘备对诸葛亮充满好奇 不断向他弟弟打听情况 听说令兄文桃武略 无所不经 恕我不知 当今天下群雄抗争 令兄可曾谈及救国之策样 也未听说过 刘备顿感失望 可他还不死心 叫人拿来纸笔 洋洋洒洒 修书一封 里面描述了自己宏图大志 希望诸葛亮看到能见自己一面 二弟 那刘备 寄人篱下 降不过几元 兵不过几千 如今 太世姐弟 又逼他归魂西野 眼看无存身之地 犹如丧家之犬呢 二弟 当今天下 孙曹流 三方的势力 你要仔细全能 诸葛亮在外游历归来之后 发现自己的大哥诸葛锦已经等候多时 他现在在江东辅佐孙权 这回除了看望自己 也是来规劝自己去江东做官 可现在天下纷乱 匆忙出山 他感觉并不妥当 诸葛锦用亲情继续说服自己的弟 你我兄弟若能同心辅佐吴侯 与国与家 此为两全其美呀 即使这样 诸葛亮还是没有答应 他此时以心有所属 两个士兵正在激烈地摔跤 张飞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 关羽前来叫他一起再去拜访诸葛亮 可张飞不愿意 这时传来消息 刘备已经一人去龙中了 兄弟二人即使牢骚满腹 也匆忙追了过去 这第三次拜访 终于等到诸葛亮在家 可不巧的是他在睡觉 书童想去唤醒他 却被刘备拦住了 不要惊动他 刘备谦卑地站在门口 耐心等待 而大门口的张飞已经急不可耐 大哥站立 他去睡大觉 大哥 大哥 我去把他疯走就是了 你休得路马 去去去 过了许久 诸葛亮睡醒了 得知刘备一直在等待 赶紧让书童去迎接 自己忙去更衣 书童拿着长扫帚 站立在门口 用汉朝隆重的拥会迎客之礼迎接他们 经过三次拜访 刘备终于见到了诸葛亮 两人行礼之后 刘备急切向他请教如何兴处汉事 诸葛亮拿出了绘制的京香西川地图 侃侃而谈 开始帮刘备谋划天下 黄叔要想一统天下 当先去荆州 为扎根之地 后去西川 为薄法之本 与曹操孙权 呈其顶足三分之势 三分之后 黄叔可广招天下英雄 西河祝容 南府一跃 外接孙权 联武抗朝 内修正理 审时夺日 一旦天下有变 黄叔可命语言大将 指导晚落 你秦帅一周之中 杀出秦川 当那时 何愁江山 不宜同于黄叔之手 一席话下 刘备没开眼笑 毛色顿开 向诸葛亮再次表示胆心 先生未出茅庐 你知天下三分 真乃万物之言一解 黄先生 能出山相助 共同大义 诸葛亮还是委婉拒绝 一旁的张飞急了 拔出宝剑就要威胁他出山 诸葛亮一笑置之 刘备沉吟良久 竟然给他跪下了 卧龙先生 刘备虽名为德伯 王先生不齐避剑 能出山相助 先生不怜我刘备 难道不怜惜天下苍生吗 此时的刘备眼里已有泪水 诸葛亮也被这些话感动了 眼里也充满了泪水 我说皇叔三顾之恩 也能不出山吗 两人开始并肩作战 刘备也将迎来自己的辉煌 大哥 曹营下后蹲 率领十万人马 杀奔心也来了 刘备非常惊慌 张飞却幸灾乐火 刘备立刻去请诸葛亮 把全部军政大权交给了他 并赐给他宝剑 有不服者可当场斩杀 这虽然是诸葛亮出山的第一仗 但早就成竹在凶 他做出详细安排 这是第一路人马负责诱敌 第二路让关平刘峰带领五百人 到伯望坡南边 曹军一到 就放大火 第三路让关羽带领一千人 到御山埋伏 以南面火起为号 纵兵出击 烧毁曹军尾部的资重粮草 第四路让张飞率领一千人 到安岭埋伏 见南面火起 就去烧他的屯粮处 第五路由刘备亲自率领 主公可亲自率领一千人马 为后援 可须一计而行 不得失误 看诸葛亮给每个人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关羽傲气地问 请问军师 你做何事呢 我做手此乘 卧龙先生 我们都去厮杀 你却留在家里 好自在啊 建印在此 为令者 斩 军令如山 张飞还是乖乖地上了战场 他和关羽还是不服 就看这一仗打得怎么样 若是卧龙用兵不当 他就无脸见我弟兄 嗯 我就不信 夏侯敦会到伯望坡 炸 可诸葛亮就是那么神 第一路军由赵云率领 假装败退到伯望坡 夏侯敦真的追了过来 将军为何发笑 我笑那习术在曹成城面前 夸诸葛亮为天人 嘿嘿 我看他用犬阳之兵为前部 怎能以我虎抱相斗 哈哈哈哈哈哈 身旁的跃进好心提醒 赵云败退 估计是诱敌 前方恐怕有埋伏 可夏侯敦完全不怕 如此敌军 就是十面埋伏 也没什么可怕 今晚不到心也 活捉刘备诸葛亮 势不罢兵 走 他果断进军勃望坡 月静又在旁边提醒 前面路越走越窄 当心祸宫啊 话刚说完 漫山大火而起 曹军顿时散作一团 周围伏兵进出 夏侯敦都险些被张飞抓住 找到一个机会 仓皇逃跑 诸葛亮摇着鹅毛扇 坐着四轮车来到战场 关羽张飞二人立刻下马 对他深深一拜 被诸葛亮彻底折服 这一仗大获全胜 但带来了更大的危机 第二年七月 曹操亲自率领五十万人马 挥师南下 九月刘虫投降 曹操轻松得到荆州 他乘胜进军 在长板坡大败刘备 刘备无力足之地 只得退守下口 曹操又收编荆州水军 号称八十万大军 水路并进直逼下口 为了挽救危局 诸葛亮孤身一人随同辱肃出使东吴 更加精彩的蛇战群儒即将开始 曹操百万雄兵即将打到江东 他派来使者 要跟孙权会列江下 共伐刘备 并警告孙权不要观望 话还没说完 老将成谱就站了出来 大骂曹操 甚至要动手揍这名使者 被张昭拦了下来 他和使者商量 会列之事需要他们君臣商议之后才能决定 曹操使者非常傲慢 曹操相有话 现三日为谢 此时传来消息 曹操大军水路并进 前锋已到三峰口 随时能打到江东来 孙权吃惊 文臣惊慌害怕 武将则怒气冲冲 想要上阵杀敌 一名年轻将领挺身而出 孙权以为张昭有退敌妙计 英妾询问 张公有很高见 请问祖公 我江东比袁绍如何 张公之意 近南五年 袁绍顺五十万大军与曹操 在关注决策 曹操当时兵为将果 尚能一战击败袁绍 何况今日 曹操因果将果 又却偏此之名 祖公若听干将军之言 轻动刀兵 犹如一乱击息 是得其法 张昭的意思是早点议和 投降曹操 可保江南六郡安全 文臣们纷纷表示赞同 武将却纷纷反对 老臣当年跟其将军的父兄 令军反战 打一个轻松的天下 岂能攻守信仪藏费 我干你那个心战将杀 文臣武将各执一词 一方主战 一方主合 双方炒作一团 孙权夹在中间 不知道如何是好 他沉思两久 大喝一声 让众人停止争吵 现在鲁肃已经去江夏探厅曹兵虚实 是战适合等待鲁肃回来再做决断 说完扭头而去 再去江东的船上 鲁肃反复叮嘱诸葛亮 见了孙权千万不能说曹操有百万之众 诸葛亮一口答应 听闻诸葛亮要来 曹操使者很是慌张 他和张昭等人已经勾结在一起 虞帆劝他不要担心 曹操给了他们三天考虑时间 而张昭大人只给诸葛亮一天时间 让他如何来就如何回去 明日 让诸葛亮坚持坚持 我江东应解如是 让他无地自容 诸葛亮要如何面对江东文臣的刁难呢 我们下集接着说 武将来匹夫之勇 也能与我名师大如如相提并落泥 诸葛亮独自一人来到江东 那里的大臣举行宴会接待他 他抬眼望去 发现整个宴会只有文臣 没有武将 询问原因 没想到听到的竟是如此贬低武将的言论 虽然这话跟自己没关系 却立刻出口反驳 这些文臣无言以对 只能大笑掩饰尴尬 刚进门的诸葛亮就给了众人一句下马威 众人落座 对于名师大如来说 第一件事自然是看美女跳舞了 动听的音乐 曼妙的舞姿 绝美的舞女 让这些人沉静其中不能自拔 这些文臣以张昭为首 全是投降派 他们要借助这次宴会羞辱诸葛亮 搅黄连吴抗曹的计划 让他灰溜溜离开江东 于是有人提议 既然诸葛先生才华横溢 就与他对答 对答不上来的 罚酒三杯当作酒令 由鲁素来当奸酒官 张昭德高望重 自然是第一个出题 他上来就是大招 刘备三个茅庐 声称如鱼以得水 和魏德先生提前 尚能纵横四发 格据成齿 如今有了先生之后 却反而无容身之地 被曹兵追得 细心也走繁场 拜当阳奔下口 黄华不可终日 请问 这又是为何呢 这个问题很刁难 诸葛亮并不说话 众人以为他答不上来 端着酒碗 就让他喝酒 诸葛亮接过酒碗缓缓作答 至于当阳之霸 是因刘皇叔不忍抛弃 数十万一民 才协民渡将 与民同换难 此乃大人大义之举 况且胜败乃兵家之常事 昔日高祖刘邦 同霸王向征夺天下 高祖几经大败 后来是韩信献设 该下一站成功 逼得霸王在乌江四围 创立了大汉 几代天起 请问张大人 高祖转败为胜 难道不是韩信之功吗 这 这 便却焉之大鹏之之 一股欲金 岂能以一时之成败论英雄 张昭竟不知如何回复 鲁肃趁机就跑过去罚酒 硬是让这位江东第一闻臣喝了一碗 见张昭面子丢了 不知挺身而出 曹操拥兵百万 威师南下 似乎破毒 素相 敌 先生 如何想法呀 不足拒止 现在刘备被曹军打得丢盔卸甲 龟缩下口 走投无路 诸葛亮这才来江东求救 现在居然说不足为惧 真是大言不惭 众人又跟着笑了起来 诸葛亮再次展示极致口才 刘皇叔虽兵为将寡 尚能从曹操百万虎狼之众对战刺杀 而江东六郡之地 英京两族 又有长江天县危险 诸位却谈曹色变 闻曹丧胆 还鼓噪吴侯 屈膝降朝 孟大人 这两下相比到底是谁惧怕曹操 是谁在做欺人之谈呢 罚酒 罚酒罚酒 不止也被对了回来 无奈地喝下了酒 其他人纷纷哀声叹气 诸位大人 曹操一代天 只不过是王莽董多之 天下人若能共讨共访 何愁曹操不败 有人听出了话中的问题 可曹丞相乃前朝向我曹参之后 这刘备自称皇叔 却无计可考啊 不过是个边袭卖领之徒 岂能与曹丞相相比 卖套鞋的 诸葛亮一正言辞 曹操即是相国之后 礼当匡夫汉氏 而今却邪天子以令诸侯 肆意官权 实乃欺君妄 刘皇叔堂堂汉氏中山静王之后 当今皇上暗谱赐绝 怎说无据可考呢 薛大人 你家是在享用大汉凤 这一点你总该记得吧 这个大臣被说得羞愧难当 只能喝下了酒 见众人都被对得哑口无言 张昭又站了出来 他不再弯弯绕 直接点出了诸葛亮的最终目的 所谓的莲污抗曹 就是想把战火引向江东 企图让刘备坐收渔翁之力 诸葛亮给了他致命一击 产太一心一和 实在是掩狼入室 东吴就要改孙姓曹了 你 你 又有几名大臣出来辩论 都被诸葛亮一一反驳 就在大家争问不休之时 一声大喝传来 如今曹操的 李鸦记 你等我看破槽之策 放你春清舍剑 为公诸葛先生 难道你们跟神不卖军东吗 这个人正是老将成普 他拉着诸葛亮离开了这些温臣 带着他去见江东主公孙权了 诸葛亮要如何说服孙权呢 我们下集接着说 刘皇树与曹操几次交锋 向先生定制曹兵人马虚虚 曹兵马步水军一百万 鲁肃和孙权都倒吸一口冷气 孙权还抱有侥幸地问 莫非其中有减 确实如此 曹操原有青州兵二十万 关渡之战收于袁绍之丁五六十万 中原新征三四十万 如今又得京州降组 二三十万 总共吧 在一百五十万左右 实在 我只说曹兵一百万 是担心江东重谋事 惊恐不安 孙权又问曹操战将还有多少 足智多谋之事 能争冠战之将 不下一二千人 那曹操占据荆州和襄阳之后 还会有更大的图谋吗 曹操兵扎三江口 顺流而下 不去江东 又去何地呢 此时孙权被吓坏了 他急忙向诸葛亮请教自己该怎么做 这句话出乎所有大臣的预料 大家议论纷纷 连张昭都一脸迷糊 他们一直以为诸葛亮是主战的 孙权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你劝我投降 刘备为什么不投降呢 刘皇叔乃汉氏宗金当今的英豪 岂能向曹操提袭投降 孙权气得不知该说啥 拂袖而去 鲁肃在一旁抱怨 他之前反复嘱咐了很多遍 千万别说曹操有百万兵 结果不但说了 还夸张到一百五十万 甚至还用言语藐视孙权 诸葛亮满不在乎 想不到 吴侯心胸如此狭窄啊 我到之际 吴侯不问 岂能怪我呀 居然有破敌之策 鲁肃总算松了一口气 他迫不及待去告诉孙权了 让他再见诸葛亮一次 这次诸葛亮不再恐吓孙权 而是陈述了一番肺腑之言 吴侯 将动上下之人都可相逃 唯有吴侯一人不可相逃 这是为何 鲁肃点名了其中的厉害 吴侯 上下之人相逃 关不会失 路不会少 吴侯相逃 我也不够封侯 车不过一乘 骂不过一批 随从不够竖人 岂能难面春功啊 道理孙权也懂 可是曹操兵力强大 自己这边根本打不过对方 诸葛亮却劝他不必多虑 第一曹操兵马远到而来 已经疲惫不堪 犯了兵家大忌 第二曹操兵马都是北方人 不惜水战 在水上江东这边占优 第三曹操虽然占据了荆州 可那里的百姓并不服曹操 缺乏明星 而江东这边兵精两足 天时地利人和 三者齐全 再和刘备联合起来 一定能打败曹操 这番话让孙权毛色顿开 信心十足 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即将爆发 这是诸葛亮和周瑜的第一次见面 两个顶级聪明者坐在一起 一句真话都没有 鲁肃一直以为周瑜是主战派 结果他却说 他现在居然要投降曹操 这让鲁肃对他大失所望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设计 栋梁周公瑾吗 鲁肃对他苦苦相劝 结果旁边的诸葛亮哈哈大笑 他有一个办法 不动干戈 也可以使曹操退兵 遗人所闻 曹操兵发江东 并非征程耳地 而是为了两个人 两个人 曹操本是好色之徒 扫兵中原之后 在张河里水 铸建一高台 取名铜雀台 光选天下梅 至于台上 顾兮响 曹操闻听江东 这次曹操公打江东 就是为了夺得这大桥和小桥 听闻诸葛亮所说 众人都吃惊的站了起来 周瑜更是大骂 诸葛亮还火上浇油 旁边的鲁肃使劲拉 才拉了过去 他告诉诸葛亮 现在小桥嫁给了周瑜 两人情投一合 大桥嫁给了孙权的哥哥孙策 这话太伤整个江东颜面了 诸葛亮假装不知道 还像模像样的赔罪 借助这些话 周瑜在不得罪任何人的情况下 顺势转到抗曹立场 并在孙权面前 率领江东全部武将 表明坚定抗曹的态度 张昭率领文臣继续请求一和投降 有了周瑜的表态 孙权也不再犹豫 拔出宝剑 周瑜很高兴 接下来就要全力一战了 可诸葛亮面容严肃 是战是和 最终还没定下来呢 这使周瑜很迷惑 他告诉诸葛亮不要多疑 离开颇阳湖的时候 自己就决心抗曹 昨天晚上只是用假话试探先生而已 诸葛亮却伸出手来 拿来 哎 先生要何物 调兵的印令啊 周瑜只掌管水军 日后要调动全江东兵马 怎么能没有孙权的调兵印令呢 周瑜眉头紧锁 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了 却没有想到这一点 而诸葛亮却想到了 他猜测孙权没交出印令 是还有一律 他还有寡不敌众之忧 周瑜心领神会 立刻找到孙权 跟他说只要有精兵五万 一定能打败曹操 孙权这才放下忧虑 把调兵的印令都交给了周瑜 都督可选江东精兵强将 力破曹军 古后发人马多倍粮草 做你 好意 罪命 回到家中 周瑜后被发粮 他想到的事情 诸葛亮都想到了 自己没想到的事情 诸葛亮也想到了 他才智超人 比自己高出一筹 这样的人一旦成为敌人 得多可怕 此时周瑜已经动了杀机 死人不出 日后 必定是我 东尼 之坏 周瑜会如何做呢 我们下集接着说 诸葛先生 如若两军水上交战 一方船舰众多 有舍有水寨 不知如何破智 诸葛亮刚要回答 周瑜伸手拦住了他 不如两人把答案写在手上 两人拿起笔来 各自在手上写了一个字 然后同时伸出手 发现写得一模一样 都是一个火字 鲁肃不禁感叹 两位 真是英雄所见 略童啊 此时他们船只已经逼近曹操水寨 周瑜感叹曹操的水寨部署 非常有章法 而诸葛亮早已经把曹军水寨的布局摸得清清楚楚 此水寨分为24座水门 大船固守于外 小船游动其内 每座水门可各自成阵 也可连成一体 正如兵法所言 并给了他一张曹军水寨图 这一切诸葛亮又都想在周瑜前面 而且还提醒他 想要用火攻 蔡茂张允是两个祸害 这两个人本来就是荆州的名将 擅长水战 投降曹操之后 日夜不停 训练水军 颇具成效 曹操对他俩非常满意 只要再给他们一些时日 一支强大的水军就会诞生 就在周瑜焦虑如何除掉蔡茂张允之时 曹操的使者到了 此人还是周瑜的少年同窗 谁 讲的 这个人是江淮明氏 素有辩才 估计这次是来说详的 周瑜沉思片刻 不禁叫好 我就将计就计 他用隆重的礼仪欢迎了蒋干 并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接下来就开始了他的表演 他把一把剑交给了大将干你 让他持剑尖酒 今晚宴上 只需朋友旧情 不提孙曹军律之事 如若 有人为例 本都督 绝不轻扰 遵命 蒋干尴尬的笑笑 自己说强的计划被周瑜看穿了 眼看此行就要无功而返 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如今 曹操 大军压境 怎能不谈军律之事 这名老将就是黄盖 他曾先后追随孙奸和孙策 到现在已是三代老将 岂是一个小小周瑜所能比的 而且现在曹操有百万雄兵 挥师南下 江东又能抵抗几天呢 他建议不如罢兵一合 周瑜勃然大怒 不但轻视自己 还换散军心 就要让甘宁拿宝剑掌了黄盖 诸葛亮静静地看着他们表演 可及的鲁肃团团转 他苦苦向周瑜求情 对方完全不听 他只能求助蒋干 毕竟是远来的客人 说话也许周瑜会听 蒋干一求情 周瑜就同意了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来啊 剥去一脚 重责 八老师金棍 周公廷 我死也不疯 可怜了黄盖 年纪这么大 遭受如此重罚 差点没了半条命 周瑜却很开心 他脱掉外衣 亲自为大家舞剑助行 喝得鸣饼大醉 众人散去 鲁肃很不高兴 他埋怨诸葛亮口才那么好 为啥不给黄老将军求情呢 诸葛亮却说 我看啊 打得好 这叫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呀 周老的苦心 黄老将军的忠意 实在是令人敬佩 诸葛亮为何这么说呢 我们下集接着说 这是卧龙与凤厨的第一次相见 曹操普局江北 战船众多 又见有水战 史元兄 你看 何何破之 火攻为夷 这个问题很简单 许多人都想到了 可大江之上 船只非常灵活 一船着火 其他战船就会逃避 对曹操造不成太多伤害 凤厨旁统略微思考 他想到了一条毒计 可以使曹操百万大军灰飞烟灭 而另一边 周瑜和蒋干同塌而眠 蒋干却睡不着 他是过来说详的 就是找不到机会 看此时周瑜呼呼大睡 他改变主意了 不如趁机在这周瑜营帐中 找一找有没有重要资料 也不往白来一趟 他捏手捏脚仔细寻找一番后 居然发现了一封重要书信 是曹操手下大将蔡茂张云写来的 这两人竟然要投降江东 这可是重要的信息啊 蒋干不敢耽搁 收起这封博书 仓皇逃回了曹操这边 陶操看完这封博书 果然大怒 叫来蔡茂张云二人 让他们立刻发兵攻打江东 直接叫来士兵 把他们俩人拉下去斩杀了 等两人手机端上来 曹操在看这封博书 才意识到上当 可悔之晚已 鲁树一收到消息 就跑过来向周瑜贺喜 四季兄 为何向我贺喜 没有都督的借刀之计 他二人烟蒙丧命 四季兄真是机敏过人啊 我鲁肃有何才智 这都是诸葛先生对我所言 周瑜瞬间变了脸色 而鲁肃还在夸赞诸葛亮 就连都督的苦肉计 他也一眼识破 不止如此 诸葛亮连夜请来了凤厨庞统 让他去曹操那里给黄盖送乍祥的信件 周瑜也很聪明 把这么厉害的人请来 不应该只是送信这么简单吧 当然当然 还有那庞氏园所献的连环祭啊 连环祭 就是让曹操把战船用铁环连锁 带都督用火 一烧一斤 诸葛亮太厉害了 他把所有的事情都考虑齐全了 远远胜过自己 一旦未来成为敌人 江东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不如提前把他斩杀 周瑜想到了一个办法 可以置诸葛亮于死地 什么办法呢 我们下集接着说 我想 凡请先生 兼致十万只狼牙剑 先生 不会推刺吗 破槽是孙刘两家的大事 诸葛亮怎么会推辞呢 不知都督 何日要剑 十天 可行 十天 诸葛亮站起来想了想 大战迫在眉睫 十日造剑恐怕会一物战机 他给出了一个数字 三天交剑如何 三天 对 三天 这完全出乎周瑜的意料 不要说三天 就算十天也造不成十万只剑 这就是他除掉诸葛亮的毒气 给他一向完不成的任务 然后用军阀处置他 没想到诸葛亮居然给自己缩减成三天 虽然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但是等着看结果吧 马上三天期限就到 可诸葛亮完全没有动作 每天就是吃吃喝喝 鲁肃着急了 先生如此饮酒作乐 真可谓 言不怕死 乃似以死拒绝 你卢子静在周郎面前 不说我看破了苦肉计 也能有一死之祸 你 诸葛亮满不在乎 还给他拿了一副碗筷 一起吃喝 不过也嘱咐鲁肃 日后千万别在周郁面前失言了 要不然自己还会遇到更大的麻烦 今晚借小弟站穿二十只 素草千蛋如何 要他何用 天机不可泄露 鲁肃是个老实人 只要诸葛亮能逃脱明天那一刀 自己都依从他 等二十条小船都到位后 鲁肃问他回下口还是反口 诸葛亮却说去拜会曹操 吓得鲁肃九晚都差点没端住 诸葛亮吩咐下去 让这些小船不要偷偷摸摸 肋骨大喊 拿出要袭击曹军的架势 此时天有大雾 曹军统领夏侯敦摸不清对方的情况 不敢贸然出军 于是命令士兵疯狂射箭 要把对方全部射死 不一会 船的右衔就插满了箭矢 吊转船头 左衔逼近水带 曹军继续疯狂射箭 受箭已满 谢过丞相了吗 曹丞相 送了那么多的箭 焉有不屑之礼 哦 对 就这样 周瑜要求的十万只箭 一个清晨轻松完成 鲁肃有一事不明白 诸葛先生 你怎知今日有满江大雾吧 身为将帅 不懂天文地理 焉能出其之圣 必然几日前 便知今日有大雾 因此改应三日直线 大帝当前 都督御界军令杀我 是不应该啊 诸葛亮不但算出了有大雾 他要算出很快就会刮起一场东南风 正好是刮向曹操的方向 这是一次火攻的好机会 没准能全歼曹军 胜利离孙榴莲军越来越近了 好大的胆啊 皇带用苦肉计 让你来送诈祥之信 啊 送出庞统帮黄盖送投降的博书 曹操只看了一眼 就猜测是假的 曾相曾说 黄盖降中有诈 老夫自幼 疏读兵书 深知监伟之道 我问你 黄盖既来降我 为何信中不写来降日期 庞统毫不慌乱 古人曰 被辱作妾 不可定期 这话可骗不了曹操 叫来士兵还是要斩杀他 庞统从容淡定 还哈哈大笑 为何发笑 我叫曹军将败 丞相尚在睡梦之中 你敢不认识 不 丞相可知 曹军眼下有三大不利 曹军在乌林扎营 乌林泥沼遍地 曹军百万之众困在沿江一线 前有大江阻拦 后无退路可通 兵家称之为死地 这是第一不利 曹军擅长陆地作战 如今南下 舍安马而驾舟船 北方士族不惜水战 大浪颠簸 立足不稳 很难与擅长水战的江东军交战 这是第二不利 曹军与孙刘连军 曹军旷日对战 士兵水土不服 疾病流行 兵力大减 这是第三不利 曹军 你是什么人 竟有如此的健庇 我 悲人们 姓庞名统 自士团 曹操大惊 面前的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凤厨先生 连忙起身迎接 然后堪作白酒 在这时 夏侯敦前来禀报 又有一艘小船被风望打翻 士兵们胆怯 不敢再上船 曹操下令全部诛杀 庞统劝见诛杀会乱军心 他有一个办法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大江之上 风浪不息 被兵不惯成船 若以大船小船相互配搭 三十位一排或五十位一排 首尾用铁环连锁 上扑阔网 人可行走 马可奔跑 趁此船前进 任他潮水上下 无所惧化 曹操非常满意这个方法 即可下令 命军中铁匠连夜打造铁环 很快这些船只就被连在了一起 非常稳固 他手下谋适成欲建议 铁锁连船 一旦对方用火攻 会非常危险 成功 不必多虑 老夫用兵多年 甚至烦用火攻者 必借助大风之力 我却位于江北 奏与诸葛亮 运用火攻 要有东南风 如今 时中只有西北风 如大伙一起 不是反烧了他自家的船只吗 此时的曹操相信 很快就能荡平江洞 统一天下 他横硕复失 只得一满 追究当歌 人生几何 殊不知一场滔天大祸即将到来 另一边周瑜心想曹操中了乍降连环二级 大事已定 诸葛亮已经没用了 不如直接把他干掉 鲁肃刚要劝谏 一个士兵跑来 说其甘被大风刮断了 周瑜跑出大营去看 猛然想起一件事 哇的一声吐血倒地 他千算万算 大风的事情忘记算了 现在刮的是西北风 一旦火宫就会被大风刮到自己这边 这可如何是好 把周瑜愁得卧病不起 诸葛亮又会出什么主意呢 我们下集接着说 必然有一秘方 都督 不妨当命试试 周瑜看到 旗甘被大风刮的 吐血倒地 大病多天卧床不起 诸葛亮手写十六个大字 周瑜看到 一破草口 一用过风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刷的一下就从床上站了起来 病全都好了 恭恭敬敬请教如何能借来东风 若能在南平山东南方向 临江高筑一座季风坛 必然愿为都督 借来三天三夜的东南风 只需一夜东风 大功变成 他立刻吩咐鲁肃连夜搭建这个几风坛 很快就建成了 诸葛亮身穿道跑 开始有模有样的做法 他并不是真的能呼风唤影 而是很多天之前观察到泥丘躁动 就猜测到今天一定是东南风 众人都在焦急的等待 诸葛亮也算松了一口气 这场赤壁大战的重要一环 总算圆满完成了 周瑜却没有立刻出兵 反而叫来两名士兵 令你二人火速赶到南平山 将诸葛亮就地斩首 提头来见 请救命 结果正在做法的人 早就不是诸葛亮了 东风一起 他就跑了 还留下一封书信 说自己返回江夏调兵去 督促周瑜赶紧出兵 不要误了时机 这一次又输给了诸葛亮 老骗不攻啊 接生于 以后有时间再收拾诸葛亮 现在先弄死曹操吧 他让黄盖架着大船 直接冲向了曹操的铁锁船队 顿时火界风势 烧向了曹操的所有战船 曹军死的死 上的上 曹操命令 上了一条小船上仓皇逃跑了 公元208年11月20日 孙刘连合击败曹操八十万大军 这就是有名的赤壁之战 刘备诸葛亮趁机夺取荆州 实现了龙中对策 先去荆州成为扎根之地的战略部署 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同年12月 诸葛亮趁州与同曹人在伊陵激战 抢先一步智取荆州江北重镇 南郡 襄阳 接着又不失时机 分兵攻占了江南的武林 贵阳 长沙 零零四决 曹操赤壁兵败后 孙刘两家又为了荆州名争暗斗 周瑜试图多次用计夺取荆州 都被诸葛亮挫败 周瑜遇见安十五年寒恨死于巴丘 周瑜这一死 江东武将对诸葛亮恨之入骨 孙刘联盟随时都有可能破裂 诸葛亮匆忙从贵阳赶回荆州 一下马车就见到了兴高采烈的刘备 嘴上乐开了吧 郡氏 周瀾 他死了 周宫敬 他屡次招我荆州麻烦 如今一死 荆州可以安排无忧了 诸葛亮愁坏了 周瑜一死 荆州有两面受敌之风险 两面受敌 对 曹操退回许昌之虚 留下大将曹人屯兵返城 与我荆州只有湘河溢水之隔 所以不敢来犯 是设于孙刘两家联合之士 据探马迭报 孙权调集五万人马 战船二百艘 即将向我荆州进发 我料想 北方曹人也会乘移南下 刘备一听这个慌了 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地盘 难道又要丢吗 诸葛亮劝他不要着急 自己亲自江东走一趟 重修孙刘之好 我刘备宁可 血战荆州 也不能让军师去送方 诸葛亮要去柴桑为周瑜调校 让孙刘两家重归一号 可刘备不让他去 现在江东对诸葛亮恨之入骨 气死了周瑜 借了荆州也不还 现在去江东 犹如羊入虎口 必死无疑 可不去的话 荆州的局势很难转位为安 诸葛亮决心一下 另一边张昭已经做好了安排 诸葛亮来了就别想回去 当日蛇战群主 有那帮武将的保护 现在最想杀诸葛亮的 就是那帮武将的 他派出一队士兵 去江夏截杀诸葛亮 周瑜的儿子周寻哭着也要去 不信 孩儿去拜秋午后 我要随军出战 亲手杀死诸葛亮 血迹复兴大人的医名 行啊 小乔把周瑜用过的宝剑 给了周寻 让他亲手为父报仇 诸葛亮是多么聪明的人 他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 到了江夏 不再坐船 而是改坐马车直奔柴桑 让周寻这帮人铺了一个空 同时 为了保命 诸葛亮还要找个好山 他连夜拜会了鲁肃 让他保护自己 小弟之所以赶来江东 还不是因为有你鲁子敬在吗 有我 是啊 在江东 唯有你和龚锦是我知己 鲁肃心中有一万句脏话 却说不出口 当年跟你讨要荆州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的态度 而且面对周瑜之死 众将之怒 自己又怎么能帮他呢 诸葛亮小之以大意 曹操知道周瑜死 已经向樊城的曹仁增兵十万 估计还会向合肥的张辽增兵 到时自己死在江东 刘备一定跟你们不死不休 曹操也一定会挥师难下 卷土重来 到那时 荆州没有了 江东也就没有了 既然这样 我立即回荆州 孙刘两家 五步之内 刀枪剑行 先帝不必如此 不必如此吗 鲁肃被诸葛亮轻松拿捏 他同意带着诸葛亮去见孙权 可孙权不见他们 他只能先去找孙权说情 并嘱咐诸葛亮不要离开 诸葛亮可不听他的 现在江东的将领们都要杀他 他留在原地凶多吉少 扭头就离开了 果不其然 刚离开 周寻提着宝剑就来了 幸好离开得快 赵云贴身护着诸葛亮 问他接下来要去哪里 要扭转眼下局势 必须先解江东对周郎一死之愿 而小乔夫人是怨恨之首 不能不去拜望他呀 此时小乔正在跟张昭等人商量如何除掉诸葛亮 结果诸葛亮自己来了 来得真是时候 小乔躲在了连后 让张昭代为接待 诸葛亮一见到众人 声音都哽咽了 诸葛亮知道又到了自己展现辩论才华的时候了 这次不但要变倒张昭 还要打动小乔夫人 他直言周瑜是死在大将曹人之首 可不是自己手里 这种话不能乱说 而且江东上下 不要以为曹操兵败齿比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就可以毁掉孙刘两家联合了 当年周瑜也对自己起过杀心 但是始终没有当场杀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周瑜始终把曹操当作最大敌人 他诸葛亮可是从心里佩服周瑜嘟嘟的 张昭心叫不好 这家伙又在耍嘴皮子 立刻拍了桌子 想把他直接哄走 可小乔从帘子后面出来了 挽留了诸葛亮 恰在此时 周寻从外面跑了过来 直接拿剑就要杀的 幸好被赵云拦住了 两人激斗在一起 周寻自然不是赵云的对手 诸葛亮还夸的 公子淡淡血气 无愧为恭敬之后 说完赶紧告辞离开了 这次虽然打动了小乔夫人 但收效不大 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我们下集接着说你 你留在江东 官至都督 依人之下 众人之上 况且你我弟兄相聚言欢 有什么不好呢 诸葛锦拿出一方大印 这曾经是周瑜的 只要他愿意留在江东 孙权就让诸葛亮接替周瑜 成为新的江东大都督 如果不同意 就放任江东武将杀掉他 请他则回禀吴侯 小弟宁可冒杀头之险 绝不留在东吴 诸葛锦就不懂了 那个刘备有什么好 年纪又大 地盘又小 怎么看也没有孙权有发展前途 小弟之所以跟随刘皇叔 是因为刘皇叔 仁得大义 能尽小弟之才 再说 人活一世 信义为重 过来之前 刘皇叔以我一一气别 我答应他 一定回去 诸葛锦十分不理解 现在可是生死关头呀 自己弟弟怎么这么愚蠢 看着弟弟离去的身影 他仿佛看到了弟弟的死气 孙权很快得知了诸葛亮的选择 他也不再稀采 决定通下杀手 诸葛亮明日灵堂掉效 他说我真是张宗所言 用蒋情假意欺骗我江东 雄二可当即对诸葛亮的自行从事 死杀是砍 我一概不予追究 周寻连夜擦拭他的大宝剑 张钊也安排好了士兵 埋伏在灵堂周围 准备第二天动手诛杀诸葛亮 同时还派出许多士兵 把他住的管一围的严严实实 防止诸葛亮连夜逃跑 诸葛亮也知道 明天灵堂掉效 自己凶多吉少 他拿出一封信 交给赵云 如若自己不幸被杀 让赵云冲出柴桑 把信交给刘备 也算是对刘备做的最后一点事情了 赵云很不理解 既然明天那么危险 为啥一定要去呢 其实明天并不是完全的死局 诸葛亮还有一丝希望 这个希望就是真诚 他要用真诚打动江东那些人 让他们放下对自己的徒刀 第二天 诸葛亮如约来到灵堂 周寻一见到他 就悲愤异常 恨不得立刻拔出匕首去杀了他 诸葛亮毫不慌张 先是从容地拿出写好的道词读了一遍 就在周寻慢慢拔出匕首准备行动时 诸葛亮一声哀嚎 东京兄弟 在场的众人都被惊到了 公亲 想当年 以雄词应发 接交孙策将军 定见江东霸业 诚与不辞 安玛不屑 江东六郡 谁不爱你周郎风扬 突天之下 谁不敬你都督威名 那时 你只有二十 二十岁 诸葛亮声泪俱下 沉塑周瑜的鹰鹉 痛惜周瑜的鹰年早逝 言辞之恳切 令在场的所有人都伤心欲绝 东西呢 沉塑呀 可星期三十六岁 就去了 你不该 不该撒手而去 丢下小桥夫人 清淡捕首 丢下周寻公子 单身孤雅 丢下吴侯 外星 捧谁伤口 丢下将士 何人 号令 他 周围的人都跟着哭了起来 他们被诸葛亮的言辞所感动 也都放下了准备屠杀他的宝剑 靠着这番言语 小桥周寻孙权这些人都原谅了诸葛亮 孙刘两家重新和好 又一次危机被诸葛亮化解 可好景不长 三年之后 刘备和刘章交恶 庞统在落凤坡被刘章手下大将张任乱戒射 庞统死后 刘备被张任围困在府关 形势非常危急 刘备让关平杀出重围 快马奔往荆州 要请诸葛亮率兵入川救援自己 可诸葛亮却不着急调兵遣掉 而是抚秦陈思 三军役的 一将难求 要派谁领军去救援刘备呢 他要慎之诱 其错意思 万般结束啊 关羽带领众将在丞相府门口等候 想要领兵出征 被诸葛亮拒之门外 张飞独自一人也跑来了 结果也被挡了回去 但张飞是谁啊 一个莽撞人 直接硬闯丞相府 没见到诸葛亮 反而见到了庞统的灵牌 他铁汉柔情 下跪击败 非常伤心 此时的局势非常险俊 曹操率领五十万大军 趁机要去汉中 先封张和夏侯渊已经到了邪谷外 曹操一旦汉中得手 刘备就会附备受敌 所以动作一定要快 诸葛亮打算这次进攻一周 水陆两军定界 这样就可以在曹操平定汉中之前 解除刘备的福官之位 之后攻取落城 直下成都 一举拿下一周 将完也建议派将之事 已早不已失 福官之位要紧 荆州又必血保 何人入川何人留守 事关重大 我不得不摆三拳 此时关羽的大刀早已饥喝了 他向关平详细了解了沿途经验 你说 从陆路入川 沿途要经过四十五处关爱 是 尤其是八军太守炎炎 虽年高六许 可永利过人 惊于谋略 海尔杀出福官之后 在八军遭到炎炎狙击 不是我集中绕道山剑 现遭不测 关羽不屑一步 自己身经百战 多少名将死于青龙掩月刀之下 炎炎一个老匹夫 怎么会是自己的对手 只要自己出马 必杀炎炎 同样着急的还有张飞 大哥刘备命学一线 可丞相诸葛亮就是不发兵 他只能狂饮不止 结果酒里还被人对了水 正要发怒打人 自己漂亮的夫人就过来了 酒中掺水就是自己夫人命人做的 将近如此饮酒就能解福官之为吗 这是两部发兵 我有什么办法 要不是大哥有钱在先 一切天下都是亮的 我张飞早就踩定 啥想解除我 张飞的夫人不但温婉漂亮 还非常聪明 平常都是他教导刘善读书时的 他让张飞去找二哥关羽商量 也许能有办法 到了关羽府中 却铺了一个空 此时关羽已经在丞相府商量军务了 诸葛亮想让张飞为陆陆主将 问大家的看法 军师何不叫子龙将军陆陆陆传 我一定子龙将军为水陆陆传主将 赵云一直掌管水军 他为水陆主将 是最合适的 而且自己也会跟他一起从水陆走 蒋婉非常忧虑 要让张飞独自领兵呢 正如简宗室所言 三将军虽有神勇 可是嗜酒无命 单独陆陆陆传 恐怕饮酒入室 军师还是走陆陆明后 就在此时 张飞又闯进了丞相府 碰到了诸葛亮的书童子案 便跟他打听这次陆传谁为主将 不用问 我知道 那是 没你 为何无我张飞 你喝酒入室 张飞心系刘备安慰 火爆脾气的他居然也说起了好吧 不管威敌 张飞心急如火 请子安小哥向军事深言 若派我率名入川 张飞 敌酒不战 这一切被诸葛亮看得严厉 他还要试探张飞一番 后续如何呢 我们下集接着说 我若犯此令 你说该如何处理啊 想 敢 军事 军事 如此出旨 将军以为如何 写 张飞想领兵去一周就大哥刘备 许多人都害怕他喝酒误事 于是他闷在家里写戒酒令 此时诸葛亮到了 三言两语就让他把戒酒令变成了军令状 再喝酒就斩了他 诸葛亮拿过这封戒酒令就要走 被张飞叫了回来 军令状都签了这回 该让自己去福官就大哥了吧 如今福官日夜盼望的援军 班军时派出支将若有半点差错 岂不宜物主公的大事 孙子兵苏所言 身为大将 应有武德 而守在其治 无治者不可为将 此时诸葛亮已经下定决心 让张飞统领陆陆军队 时间不等人 刘备又派人过来求援 现在福官形势更加危机 敌军已经决定水淹福官 刘备危在旦夕 诸葛亮不在犹豫 立刻召集众人 沙场点将 张飞听令 莫将在 命令为陆陆陆川大将 简营为三军 率军五万 继日起兵 直得福官 听力 接着任命赵云为水陆陆川先锋 精兵两万 战船二百艘 从水陆救援刘备 命官云长为镇守荆州主将 请官将军登台接印 官宇站在远处 不为所动 诸葛亮再三催促 他才走上点将台 官某愿亲自领征入川 救援 旁边张飞不愿意了 二哥怎么还跟自己强主将位置 官宇实在不放心这个三弟 又爱喝酒又莽撞 荆州乃我扎根立足之地 事关重大 荆州不保 西传南 官某决意请命 帅兵入川 官宇才不听诸葛亮这一套说辞呢 他执意要去 诸葛亮只能拿出了刘备的书记 镇守荆州是刘备的建议 看是自己大哥定下来的 官宇也就啥也不说了 完全听从安排镇守荆州 张飞率领大军很快打到八军成将 守将炎炎让士兵炎加防守不准出战 可张飞城下叫骂得很难听 有两个将军忍受不了辱骂 出城迎战很快就被张飞打死了 炎炎趁机射了一箭被张飞躲过 只射中了他的头盔 炎炎见识到了张飞的勇猛 更是严令士兵出战 再有出战折战 张飞在城下连续辱骂炎炎好多天 可他就是按兵不动 许多将军都不理解 此乃老夫造兵之际 张飞勇猛过人 不可与其对阵 刘备出关危机 他又过不了八军成 必然兴急烂瘾 那个时候 事情果然如炎炎预料的一样 张飞打不下八军成 非常着急 烦躁之际叫属下拿来了酒水 拿起来闻了闻 正要喝 这一幕被要进门的简庸看了一个正着 他非常生气 立刻退了出去 给诸葛亮写信告状去了 而张飞此时也想起了对诸葛亮的承诺 最终还是忍下了 诸葛亮很快就收到了简庸的告状信 他要如何做呢 我们下集继续说 诸葛亮收到简庸的信件 得知张飞居然在前线喝酒 他少有的发怒了 张飞喝酒必误实 而旁边的蒋婉却劝他 诸葛亮感觉很有道理 灵机一动 写了一封信交给简庸 上面八个大字 还让人带来了两坛酒 送给张飞 这是不信任自己啊 张飞收到酒后很不高兴 让人把酒倒掉 结果发现第一坛里面有个腊碗 打开腊碗 里面有个纸条 上面写着四个字 酒能误事 君是怕我贪酒伪令 故我试探 他又让人把第二坛也倒掉 里面也有个腊碗 几乎都显示 三将军 这坛酒也倒掉吧 无计者不可为见 好 传令下去 明日大白酒宴 张飞好像明白了诸葛亮的用意 第二天 张飞大白酒宴 与士兵将领们饮酒作乐 自己喝的大醉 同时放出风气 自己还要出城押送粮草 严严果然中计 他主动出击 埋伏在路边 等着大醉的张飞路过 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就在严严率兵冲出那一个 张飞已经起码挡在他面前 严严此刻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张飞这个莽夫居然会用计策 双方士兵展开大战 论勇盟老将严严 怎么会是张飞的对手呢 他被张飞活捉 八郡城也被张飞占领了 在水陆两路大军的进攻之下 刘备扶官之围被解 他们趁势发兵成都 公元214年9月 刘备占据成都 实现了诸葛亮取西川为薄发之本的战略 为蜀汉政权奠定了牢固基业 公元220年10月 曹丕废出汉县帝自立为大卫天子 孙权归顺曹丕 册封武王 诸葛亮为了应对天下形势发生的变化 稳定蜀中 抗衡草位 以求将来更大发展 于公元221年 力劝刘备登基称帝 刘备称帝之后 立刻统领全国七十万大军讨伐东吴 为关于张飞报仇 诸葛亮在三建组 刘备执意不听 公元222年 刘备在伊陵被东吴大将陆逊火烧烈营 全军覆没 拜守白帝城 自己也生命垂危 走到人生尽头的刘备 把太子刘缠托付给了诸葛亮 让他全权负责国家大事 诸葛亮为了不负刘备重托 继续实现光复汉室的理想 于公元228年 统帅30万大军 第一次杀出奇山 他连克南岸 天水 安定三郡 至收江维 长安告急 还有更好的消息传来 投靠魏国的孟达决定反叛魏国 率兵攻打洛阳 诸葛亮趁机攻占没成 这样就能直到长安 可魏国那边又岂能善罢甘休 他们派出老将司马懿 司马懿快速醒军 打了孟达一个出气不意 还把他杀死了 紧接着司马懿率领大军 奔向接艇 大将张和非常不解 夺得一个小小的接艇 有什么用 诸葛亮也得知了司马懿的目标 他比任何人都知道接艇的重要性 于是准备派出大将镇守接艇 魏延 江维 马素三人都纷纷请战 诸葛亮会用谁镇守接艇呢 我们下集接着说 哪位将军愿意前往 镇守接艇 丞相 我将为九居天水 对接艇一带地理形势了如指掌 归汉以来 我为立国寸功 此番请令 镇守接艇 丞相 我身为兵马都督 抵御司马懿张和 除我未言 谁能担当 卑职以为 江维将军九居天水 熟悉地理 罪意留在丞相左右 谋划军机大势 赵魏二位将军 肩负领兵重任 难以分身 马素不裁 愿请令 镇守截停 诸葛亮非常犹豫 司马懿老谋深算 可不是等贤之辈啊 马素却不服气 自己自幼熟读兵书 多年来又聆听诸葛亮教诲 自己也不是等贤之辈 只要出马一定能杀退司马懿 旁边的大臣向朗 拉了拉马素的衣袖 小声劝告 这可是你第一次临阵作战 还是要小心谨慎 马素却不以为然 也有支持马素的大臣 看到诸葛亮还在犹豫不决 马素把全家的性命压上了 就是这么自信 看到马素自信满满 也就答应了 不过还是让他写下了军令状 诸葛亮依旧不放心 他看王平遇事谨慎 派他辅佐马素镇守截停 临出发之前 反复嘱咐 二位将军到了阶庭 务必要鱼衣山傍水 当倒安营扎寨 躲射木炸 挡住魏军 安营之后 要立刻绘制地理图本给他干 这样他才能安心 守住了阶庭 他就有机会攻打长安 匡复汉市 到了阶庭 王平就想按照诸葛亮的嘱托 在道口铸造成员 让士兵多凯树木 设立路障 阻止骑兵的冲击 可马素却不同意 前面山峰挺拔 就在山上屯兵 马素当然不听 自己可是按照孙子兵法布置的 他还嘲笑王平 一介武夫不懂兵法 王平执意要下山镇守 马素拗不过他 只给了他五千人 打发他去山下了 司马懿收到消息 蜀军已经到了阶庭 他大吃一惊 没想到这么快 又听说他们没有驻扎在山下 而跑到了山上 不可置信 山上屯军 如果两身同兵法 他也能舍到求山置军于死地 如果两地有他谋 却不可妄动 司马懿多疑的老毛病又犯了 众将都说反复查看了 没有毛逆 可司马懿不放心 亲自跑到街庭前线查看 一看果不其然 珍珠扎在山上了 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机会 他派出一路人马 挡住王平的五千人 其他所有军队连夜为山 切断水源 诸葛亮收到了 马素的屯兵不拘土 打开一看大惊失策 此次出征的一切努力 付诸东流 他只难过片刻 就开始下达军列 所有人马全线撤退 此次出征宣告失败 结果跟诸葛亮猜想的一样 经过激烈战斗 马素战败 司马懿占领接艇 但他不敢停歇 立刻率领十五万大军 扑向诸葛亮所在的西城 诸葛亮能顺利逃走吗 我们下集接着说 城内还有多少军量 五千七百万 马上运走 不能留给司马懿 司马懿带领十五万大军 即将杀来 可诸葛亮还是舍不得 城里的粮食 士兵们都撤离了 城里只有几十个老兵 实在无法运走这些粮食 这时传来消息 司马懿很快杀到城下 司马懿有兵 真难神速啊 现在就算想跑也来不及了 如果弃城而走 司马懿一定穷追不舍 到时候更是难以脱身 诸葛亮此时很着急 突然看到墙壁上八个大子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他眼前一亮 一个妙计应运而胜 司马懿大军 离西城只有十里的 那好啊 把城门打开 杨大使 命你手下老兵 换上百姓服装 每个城门分排二十人 打扫街道 恭迎司马懿进城 我要亲自登上城楼 为司马懿到来 俯齐一群 只见诸葛亮坐在城头 安静沉着的附近 司马懿带领十五万虎狼之师 就在城下 却不敢杀进城内 只是犹豫的徘徊 小心 海儿看诸葛亮 实在多么多作样 西城市 在这极昂的群中 司马懿定带着十五万大封号 诸葛亮脑门上流下了汗 长须一口气 真是太危险了 他预料司马懿还会来西城 不敢继续耽搁 让全城百姓搬运粮食逃回汉中 战败的马肃自负而来 被关进了大牢 诸葛亮到牢中去看他 两人相处多年 情意很深 可这次造成的损失太大了 诸葛亮没办法饶恕他的性命 唯一能做的就是保住他全家人活下来 他一边给马肃洗脚 一边交代后续的安排 我与你大哥马良 情徒兄弟 你的孩儿就是我的孩儿 我会把弟妹和侄儿 接到府都 和你月婴嫂子一起生活 多谢承相 多谢承相 第二天马肃要被押送刑查 众大臣纷纷给他求情 可诸葛亮决心一下 马肃必须得死 诸葛亮不仅不放过马肃 也不放过自己 他上书刘善自贬官职 毕竟是自己用人不当 刘善不接受 讲完也劝他 胜败乃兵家常事 不必以此为例 我已是年纪半派的人 可贤帝大业有点合作呢 如今要从军卫 必须森严发起 诸葛亮再次上书请求自贬 刘善统一了 把诸葛亮贬为右将军 第一次北伐势力 诸葛亮壮心不已 他屯军汉中 操练人马 随后几年又亲率大军 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兵出齐山 但是都因军粮阶级困难 被迫中途撤兵 公元234年 诸葛亮再次上表后主刘善 决定第六次兵出齐山 而这次刘善居然拒绝了 诸葛亮想第六次兵出齐山 攻打魏国 可这次刘善居然拒绝了 刘善实在不明白 在成都好好过日子 享受生活不好吗 干嘛整天都要打打杀杀 诸葛亮直书肺腑 如今三国虽成顶足之势 可曹魏横霸中原 害是蒙受领祖 若甘心天安属中异于之地 天下怎能统一 在这身体虚弱 沉开活着 亲戚娘 老人 张宝关心七十多元沙场永将 先后去世 老臣游离 若不抓紧时机 年复一年 日后就更难了 现在诸葛亮已经派人去联络动物 孙权从东线进攻 诸葛亮从西线进攻 东西线配合共同乏味 此番出兵 若不能攻取长安 指导洛阳 我 进不回来 这样 陛下 诸葛亮如此肺腑之言 刘善也不得不同意了 此次出征 非常顺利 在上方鼓 诸葛亮想到一个计则 利用粮草把司马懿诱惑到山谷里 然后点起熊熊大火 打算把他一把火烧死 突然间天上雷鸣相近 请客间下起调破大力 司马懿得此逃过一命 此后司马懿死守迎战 拒不出战 他就是要跟诸葛亮打消号战 想把他耗走 诸葛亮的希望都寄托在东线孙权身上 此时孙权正带着十万大军攻打合罪 魏国毕竟两线作战 谁能耗过谁都不一定呢 诸葛亮现在要做的就是 想办法激怒司马懿让他出战 末将一连好几天 叫士族把尿撒在司马懿的头盔里 高高举着叫骂 他居然无动无踪 末将看 击他也是无用 司马懿是被上方鼓的大火 烧破了他 于是诸葛亮派使者给司马懿送了一件礼物和一封信 等打开盒子 里面居然是一件女人的衣服 信里面更是各种侮辱司马懿 说他胆子小的像个女人 只配穿女人的衣服 司马懿生气的扔掉了衣服 诸葛亮这边收到了不好的消息 东线的孙权在合肥战败 退回江南了 今年元气大上 他打算明年再战 把诸葛亮气的差点晕倒 孙权可是有十万大军呀 怎么就能轻易放弃 看蜀军一连几天都没来迎钱挑战 司马懿猜测诸葛亮可能病了 于是他派出两千人马 连夜偷袭蜀军的迎战 试探一下诸葛亮 如果他不出战 就证明真的病了 诸葛亮要如何应对呢 我们下集接着说 在五丈园军营 诸葛亮一盏一盏的点亮明灯 向刘备 关于这些逝去的英雄们 倾土新生 祈求他们保佑自己能打胜这一仗 突然营外传来杀声 魏延慌忙进来 一脚就踏灭了长命信灯 诸葛亮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气得姜维就要拔出宝剑杀了魏延 被诸葛亮制止了 他确实有紧急军情 杀他不攻 只是让他前去迎战 打退司马懿的这次突袭 此后诸葛亮咳血越来越严重 他夫人和儿子诸葛瞻 从成都来到前线 看望诸葛亮的最后一面 看着活泼可爱的儿子 诸葛亮伤感不已 他多渴望再多活几年 那样就有时间打下长安 匡扶汗室 也有时间多陪陪自己的儿子 他诚恳的向夫人道歉 这些年光打仗了 没有好好地照顾妻子和儿子 先生 执行者 何需要千言万语 我夫妻更不必日夜相守 再说 你我夫妻 现在不是在一起吗 诸葛亮勉强起身为夫人 最后谈起一句 他回想起了年轻的时光 年轻时的朋友 年轻时的意气风发 可一切都回不去了 走到人生尽头的诸葛亮 向自己夫人交代了他的后事 成都家中有桑树八百株 博田实无情 这些足够家人糊口 就不要跟刘善讨要封赏 增加他的负担了 儿子诸葛瞻聪明 但成熟太早 恐怕将来成不了大计 他嘱咐夫人千万不要交宠 刘善也派来使者慰问 打听他死后 谁可以继承蜀国的重任 诸葛亮撑着一口气 爆出了蒋婉的名字 可此时的诸葛亮 已经没有办法回答了 他已经彻底的睡了过去 再也没有醒过来 公元234年8月24日 诸葛亮第六次北伐中原壮志为仇 并逝于五丈元军营 年仅54岁 诸葛亮的故事到此结束 感谢观看